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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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早晨 今天我们公屋有理港 就请到我们全局香港基金研究员 叶文奇先生和我们聊天 当然当然是讲填海的事情 我们知道特首林郑月娥 资政报告里提出了明日大鱼警员计划 填海是1700多公斤 跟我们团结基金会之前提过 强化东大鱼的刀会 这个计划有2200公斤 相差了几百公斤 都是填海的 位置都是在那里 相差了500多公斤 今天我想请教一下 对这个计划 你会疏水的 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 首先我们当然是支持 以及非常乐见 政府和我们的想法都一样 就是觉得填海是一个长远来说 比较有效的土地工业来源 事实上 政府过往都有一个叫做 东大鱼都会计划的 如果大家有留意 那时候规模就是小一点 就是1000公斤 那我们就觉得 那个位置是否可以做大一点 我们提出是2200公斤 那现在特首在施政报告提出是1700公斤 那都是 其实我觉得方向都是一致的 都是认为 那个策略性的位置 其实是可以做大一点 是可以比原本1000公斤 那个基礎证面加强 所以我们在这个方向是乐见 那事实上 你见到 其实我们现在 那个土地房屋供应的短缺 其实是非常严重的 就是公司用房屋 尤其是公营房屋 就是你见到 最新的数字都说 我们未来五年 那个股算是 平均每月是二万个单位 但其实根据政府自己 那个目标呢 其实是要二万八千个 就是公营房屋 所以正是公营房屋呢 未来五年 其实已经欠近五万个了 那除了是房屋短缺之外 我们见到其实 其他很多的 譬如是工商业PC 就是你见到我们中华的写子流 去到是二百米尺租 那这个是全世界最高 那我们公商业的设施都短缺 那另外我们很多 一些休戏 或者其他的文娱康学设施 其实都是不够 就是 为什么康民署的场可以炒呢 可以炒就是因为不够才可以炒 那实际上呢 如果你看回那些数字呢 其实我们现在的人均居住面积呢 是一百七十平方尺 那你对比譬如新加坡 可能说的是二百七十平方尺 这里说的是欠六成 那另外一组数字都是有趣的 就是一个叫做人均的配套设施用地 那什么为之配套设施呢 当然包括刚才说的工商业 亦都是包括文娱科乐 包括学校 包括open space 那人均 每一个人可以用到的配套设施用地呢 我们新加坡是香港的三倍 是 所以说呢 很多人只是聚焦房屋的短缺 但是房屋短缺之余呢 其实我们其他的配套用地 都是非常短缺的 那 那 为什么我们觉得填海是比较好呢 那我们的立场当然是 多管齐下的 就是什么都要做的 但是 什么都要做之余 那我们见回香港过去三四十年 其实大家可能都知道 所以我们认为在东大嶼这个位置 既然是一个这么策略性的位置 那是不是可以做大一点呢 就是说我们的短缺是这么严重的情况下 所以我们就找了几家顾问公司 就是McKinsey 奥亚纳 另外一家环境的顾问 一家交通的顾问 就做了 出了这个报告 就考虑了所有技术 环境 交通配套之后 就发觉其实 真的可以做大一点的 就是 2200公顷 那 最后政府在施政报告都提出 所以我们认为大约类似1700公顷 所以我们认为方向是非常一致的 科区是一致的 不过就缩了500公顷 这个有点点瑕疵 文心那句 已经少了 我个人认为 另外一个 其实也有 作为高工联会 是高兴的 因为特首答应 在新造出来的土地上 七成就兴建工营房屋 正如刚才 叶先生 你所说的 现在我们的工营房屋 这么丰富的下 新的土地里面 有七成是做的工营房屋 这个也是对于我们基层 排着工屋的市民也好 希望上楼的居民也好 都算是一个喜讯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 其实我想再深入问一些 其实 因为 无论是哪个计划 你委会计划也好 田团的计划也好 或者政府的田团计划也好 其实也是形成了一个 新的倒序 是 交通各方面 你们的考虑上 你认为应该怎么做好一点 我觉得其实 没错的 我们在东大亿田团 一个人工岛 其实是要有 适当的交通规件 就是配套规划的 我觉得有一点 其实司机报告都有提出 但是就不是太多人留意 就是其实 他提出了一个叫做 交通基建优先的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就是 就是 可能以前 就做一些新发展中的时候 其实就是先买了一些人 去到某程度的规模 才再建交通基建 所以 可能很多人就 第一批居民 是不是叫做 白老鼠 或者开荒牛 开荒牛 所以他这个 交通 优先的概念 交通基建优先的概念 就是说 其实你是 做这个倒序的时候 已经同时 是要建一些 交通背道 其中有一个 是 一条公路铁路的走廊 其实是 连接到 现在屯门 连接到 大嶼北 连接到 新的明日大嶼 再连接到 堅利地城 这个公路铁路走廊 我们觉得 是很重要的 因为 它 除了是 可以将 这个明日大嶼 连接之外 其实它可以打通了 现在 新界西 尤其是住屯门 会知道 那个 擠塞的情况 你知道屯门公路 每天都塞 是的 西铁都饱和 如果你多了 这条 所谓 公路铁路走廊 其实可以 舒缓整个 屯门 元朗 新界西 交通擠塞 那个情况 所以我这条 公路铁路走廊 其实是 非常之 策略性的 那 其实当然 我也同意 我也留意到 跟其他朋友分享 咨询的时候 我觉得公共集体运输 就是铁路 一个公路是需要的 吸取回 刚才我们说的 开荒牛 那个笑话 其实是很悲良的 比如我们屯门 支水围的居民 进去之后 住落了 慢慢和你交配 其实 现在我们屯门公路的 这个擠塞 在当年的设计上 没有估到的流量 现在你怎么办 都是获足的 所以 其实 我个人认为 有一个公共集体运输 就是铁路 加一个公路设计 上面 都可能要前瞻一点 因为除了你本身 这个 新岛上面的居民之外 又连接到新界西 又到港岛 南 坚尼地城 坚尼地城 我想在设计上 都可以考虑一下 未来的人流的估计 不过 有主要的话题 互人商讨论 那个土地使用 就是每个人平均 用多少地 其实都重要 我们公屋联会 想当年 我们老人家 想当年 我们在新界东北发展的时候 我们提出一个意见 当然它不是岛 而是陆地 一个新的社区 必须要有康朗 就业 教育 交通 等几方面都要去考虑 这个跟你们骨 我们公共联会 和团体基金会 都可以说是不谋而合 不谋而合 我们都去过新加坡 我看见到新加坡 国民享受的土地 房屋 都相当优异 比我们香港优胜得多 举个数字 三倍于我们香港 老实说 不做地 不填海 都很难有这个 绝对同意 因为这个 有足够的土地 其实是先决条件 如果没有土地 就什么都不用说了 是 事实是 没有土地 你怎么建屋 或者搞什么 其他设施 你都没有办法去谈 所以 其实填海 这个是一个 比较大面积能 的制造 一个土地的地方 刚才你说 你们贵会 团体基金会 都请了几个 贵民公司 去做 环评 其他审核 评估 对周边的环境上 你们有没有 可以透露多些 假如要兴建的时间 你们有什么想法 应付 我估 首先 如果按这个方面 我们就是就着 我们的计划 因为其实政府的计划 当然 也不知道 那 其实我们 首先 我们 那个填海 其实是不会连接到 现有的倒序 譬如 交易州 喜宁州 我们会留下 二三百米的缓冲 希望 对现有的生态影响 减至最低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 其实很多人说的 比如 中华白海豚 其实 如果你看一些 研究资料 其实中华白海豚 主要就是在香港 水域以西出没 所以在这个中部水域 其实也是 比较少 另外 也都是有些人说的 就叫钢团 钢团 就是其实 也是在中 香港水域 多数是以南部出没 在这个中部水域 也是比较少 所以其实 在这个水域来说 其实 当然 你政府做的时候 它会做一个 非常详细的环境 但是 从初步来看 对一些 一些海人生态的影响 也是可以减低 另外 其实 现在一些 比较新的填海科技 譬如一些 非浸画式的填海 什么为止 非浸画式 就是 你以前填海 是要将 淤泥画出来 你现在的非浸画式 就不用了 你是用一些 不同的方法 加上淤泥 你不用画淤泥的 你会对于水域的污染 是可以减低的 所以在这种方面 在环保方面 其实可以做得更好 其实听起来 我都觉得 很有认同感 那个其实就是 特别是 你留下一个通道 不要连接倒障 缓冲区 缓冲区的时间 水流便可以 有些地方走 没错 变成生水 不要屈死 你屈住了 很难经常是死水 我想这个在环保上面 当然是 不会外看 但也觉得这个 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做法 另外一个 既然 我又想 另外一个问题 想探讨一下 如果有大陆的土地供应 就是填海 或者其他 有大量的土地供应 在这个情况出现了之后 对我们香港以后的土地 和房屋有什么积极意义 我想 首先 如果 我们是有足够土地供应 其实我们是有机会 解决我们 就是长久以来 公私型房屋 不足够的问题 刚才我们都 说到 未来五至十年 其实那个 供应的短缺 是非常之严重的 那我们就觉得 其实不止是未来五至十年的 我们在说 我们之前的估算 就是未来三十年 其实我们是要三千公顶的土地 是 其实现在政府 即是有计划 在做的土地 其实是得 所以是九千公顶的土地 现在政府有计划 在做的土地 是得三千多公顶 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说 那个短缺 是去到 接近五千公顶 是 这个是 大概一个半沙田 这么大的面积 所以 当然我们是有充足 我们供应的时候 我们有机会 希望 解决我们长久以来 公私型房屋 供应不足的问题 那可能有些人会说 喂 你推了这么多土地 你会不会影响 楼价 或者怎么样 那我觉得其实 当然 在说十年 二十年之后 楼价 没有人有水晶球 我现在都估算不了 但是 我估计有两点 可以提的 第一点就是 因为政府 做了土地 其实它是 可以有一个 叫做土地储备的概念 如果政府 把土地 可以根据当时的情况 就是根据市场情况 再推出土地 现在就是 因为政府没有土地储备 所以你根本 不能根据市场情况 而增加或减少土地供应 你都没有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其实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土地 来应付我们的经济发展 如果经济发展得好的说话 其实我们市民的收入 都可以提高 令到市民 对这些房屋的负担 能力都可以提高 所以我觉得 是有两点的积极意义 那些土地储备 我们也觉得 有些问题 其实 过往有的 去到某一个时期 就没有了 一切都可以提高 林郑英也好 林郑月娥也好 都可以提高 就要去拨头 方街有不同意见 兩位特首都很努力的 但是出現了很多社會上的討論 也是正常的 不過無論如何都好 建立一個土地儲備制度 都是我們公屋聯會提到的政府 因為歷史教訓沒有土地儲備 你根本一有問題的時間 你就吵架 絕對同意 而且目前我們公屋上樓5.5年 輪候者27萬申請期待 所以在新的土地上 公園負荷供應增加就必須 最後一個問題是一點時間 請教訓人 其實現在坊間是這樣的 我們和你都支持天外 但是很多人說 儲備一鋪清袋就丟下海 你們怎麼看 我想其實有幾個說法 第一個說法就是 其實你說這個方案是否回到本 我覺得是絕對回本不成問題 因為我們做了一些很簡單的估算 現在造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說法 可能有些多些人說的說法 就是估算總造價是五千億 是比較多人說的 我們先用五千億為基礎 我們一個很簡單的估算 如果我們將這個島有大概15%的土地 拿出來拍賣 那為什麼是15%呢 我們看到一些新市鎮 可能大概都是一個三成的土地 用來做住宅 那七三比 就是說三成裡面再三成 是私行房屋 那就是9% 另外有大概6%的土地 是一些工商業的用途 總共有15%拿出來賣 那如果我們估算是一些地積比率是四倍 那我再假設賣地的價格可以五千元 那你見到現在企業的 商業地住宅地已經說了一萬多 一二萬元 那所以五千元是一個很保守的估算 那在這個估算之下 其實只是靠賣地已經可以收回五千多億 那所以呢 第一就是要回本是絕對不是問題的 第二就是我們覺得這個是一個的投資 而不是一個的支出 支出和投資的分別是什麼 支出就是洗了又沒有 是 投資就是你投資完之後 其實你是有回報的 那有什麼回報呢 第一回報就是公私房屋的供應 第二回報就是足夠土地 貨工商業的發展 第三回報就是可以有足夠的 休閒設施用地改善我們的生活 第四樣就是當然可以打通 我們現在新界西的交通情況 所以在這麼多的回報之下 這個絕對不是一個所謂賭錢落海 我們覺得是我們的說法叫賭沙成金 絕對同意葉先生這個分析 其實都是一個社會投資 除了經濟誤告之外 其實社會效益 我們現在只要做得好 做得好 是全界的問題 所以花錢是應該的 當然不要去清代 我覺得清代是騙人的 我不太相信 一個投資有一個合理的回報 我想你可言之可待 今天我們的時間差不多 謝謝Wan OK 麻煩你 謝謝文先生 OK OK